如果要谈民进党 这个明年会有什么看法 我想可能要靠文杰兄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事前我们几位都没有事先约定的 所以我们今天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默契应该很够 我想我就切入几个点 第一个 明年会有什么事情 在两岸之间或国际间 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发展 第一个每一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 大概都是在五月下旬召开 在过去的七年当中 或许因为两岸之间关系的回稳 或者是两岸之间 具有共同的政治对话基础 所以台湾可以每一年一次 接受到邀请 由卫生署 现在的卫福部 代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而这个邀请函不是自动renew的 也就是说每一年要看前一年的 两岸互动状况才可能发生 所以明年如果 我们现在大概看 大概就是520前后 是明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而它的邀请函大概是三月底以前就会发出 那么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到底两岸会有什么样的互动 三月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邀请函出现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会不会在520宣誓就职的前后 就已经注定两岸关系要走坏 这是一个观察点 另外一个是 我们如果有关注南海问题的话 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庭提出仲裁的告诉 那么国际仲裁庭已经受理了15项中间的气象 那么针对中华民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于南海大陆讲九段线 台湾讲十一段线或U型线的主权主张 已经产生了挑战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也不是被告 可是而且大陆已经表明了 不论结果是如何 大陆都不承认不接受 大陆不认为菲律宾有资格去提告 但站在台湾来讲 这一个仲裁庭的判断 它不叫判决 它叫Award 就是结果 会不会变成 美国或者其他大国 拿来要求台湾 针对南海问题 做出跟1947年国民政府 当时的立场 以及现在马英九总统 的立场所不同的答案 或者回应 那这个也是在 我们估计 应该是在明年的一月到三月之间 这个Award 仲裁庭会出来 台湾立法委员的mandate 任期只能到明年的一月底 所以明年2月1号会有新的国会 所以1月16号要办选举 不能晚于那个时间 不然的话立法委员就超越了 人民给他的mandate 可是台湾为了要节省竞选 的花费 所以我们把可以三月份 再办的总统选举 也提到1月16号 这就创造了第二次 我们已经有一次经验 也就是在四年前 我们是有很长的 political transition 可是上一次是同一个人 竞选连任当选 同一个党继续执政 这一次有可能不一样 1月16号到5月20号 大概1月16号晚上 大概八九点 我们就知道选举结果 1月22号公告当选人 到5月20号早上十点钟 新的人宣誓就职 有126天 我刚刚讲的那两件事 都会发生在这126天当中 换句话说 台湾从来没有经历过 有这么长 长达四个月零三天的 政权交接期 而且是可能 极有可能是换党执政 也就是说 outgoing government 要在那边撑四个月 这四个月中间还要 从2月1号开始 面对新的国会 所以这一个经验 是台湾把自己当作白老鼠 做的一个新型的民主试验 我们挑战我们自己 可不可以平顺地度过这样子的 political transition 这是一个挑战 那么如果把刚刚那个时间点 再拿出来的话 就是1月16号 到2月1号 新的国会宣示 2月1号到5月520 是新的国会跟原来的政府 outgoing government之间的互动 的行政立法互动 再来是520以后 所以总共看起来 我们现在有半年的时间 是uncertainty 而且是high uncertainty 我们自己也是第一次 经历这个经验 那么所以 我在台湾如果大家有去的话 知道台北市有一个行天宫 在民权东路那个地方 有一个行天宫 台湾人叫恩祖宫庙 行天宫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有一条很长的 地下街都是算命的 就算命一条街 所有算命都在那里 你看了这个不准 你马上可以换台 然后你全部钱都付完了 你可能等于没算 因为每个人跟你讲的不一样 我跟朋友讲 我说明年1月16号 选书的那个人 他就不用去算命一条街了 因为他命好到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隔天他可以卸完票 邀请全家到欧洲去度假 台湾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 在座的人都比我清楚 我稍微点一下 推行募宾制 12年国教 经济转型 经济示范区的推动 桃园航空城的建设 我认为 我认为 攸关台湾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的问题 这几个重要的问题 还有水 电 国民年金 公教人员的退休金 的改革 健保的问题 80%以上 跟选总统有关的议题 不是中国共产党搞出来的 是台湾内部的问题 所以我经常跟我学生讲 不要所有的事情都说 用台语讲 都是阿公的阴谋 都是老共的阴谋 它不是 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讲到这里 我准备要收尾了 我最后要讲的一句话 面对这么沉重的问题 台湾可不可以经得起 一个动荡的两岸关系 也就是说 当我们面临这么多 期待解决问题的时候 还要把两岸关系搞坏 那就不聪明了 就我个人理解 我跟民进党的朋友的交流 我不认为 有任何人想要 在两岸问题中间挑事 也不希望见到 两岸关系生变 但是如何真正地做 真正地说 那恐怕 要由选赢的人来负责 在学生变 他会想要搞坏 脚死 勇工 进党 各就 每个人提供 不愿意 那么 随便 再来 更 好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